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落后对方2分 利物普克场0比0水晶弓英超第25轮 塞拉赫和洛塔分别击中过一次门框 最终利物普克场0比0闷平水晶弓 终止连赛两连胜 利物普继续排名连赛第7 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连赛四的热字6分 黄马主场1比1马进西甲第23轮 克雷亚染红 少打一人的马进仍然凭借西门尼斯的进球 在伯纳乌取得1比0领先 但黄马这边 凭借替补登场的莫德里奇 助攻另一位替补登场的18岁小将 阿尔瓦罗头锤破门 最终1比1决平马进 新鲜拿到1分 黄马在主场丢2分 对于巴萨来说是一个巨大好消息 如果本轮他们能在克场击败 阿尔梅里亚全取3分的话 那么他们将会对黄马的领先优势 扩大至10分 利亚德胜利克场3比0 达马克沙特联赛第18轮 38岁的碎罗在上半场便完成了帽子戏法 最终帮助利亚德胜利克场3比0击败达马克 取得联赛三连胜的同时 继续领跑联赛积分榜 在本场比赛中 碎罗创造了沙特联赛47年历史记录 他是首位能在沙特联赛上半场 便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 最近16天 碎罗在沙特联赛两次戴帽 同时也完成了职业生涯第62个帽子戏法 多特蒙德克场1比0霍芬海姆得甲第22轮 罗伊斯利用定位球助攻布兰特投球破门 最终多特克场1比0击败霍芬海姆 延续连赛七连胜 目前他们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 暂时板超败人三分 登上德甲榜首的位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